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 台北市无心界晚间发生直杀赎敏案 40岁王姓男子亦不满叔叔经常来他们家讨钱 又经常欺负自己但身不随的爸爸 晚间就失去 在住家附近与叔发生口角 盛怒之下拿起冰锥猛刺叔叔 由于右胸遭刺穿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心胸王南白丽原地 自己打110报案 说我杀人了 目前警方已将他带回派出所 漏夜厘清案情 被刺的66岁王姓叔叔 送往附近的北衣服衣急救 但因刺穿胸部失血过多 人回天乏术